武汉菜林剂热干面 配湖北白云边白酒 味道香不香 我也不知道 Let's try a try 烧饭必须要有专业装备 这个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超人战装 红色类裤 非常lucky 可惜今年不是我的本命年 延延夏日我们在喝白酒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的灼伤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给它冰镇一下 上神器 这是实价最流行的 谭语冰酒器 还得配上有点甜的龙夫山泉 我们把酒放在冰酒器里面 有点渴了 当龙夫山泉进入我的嘴巴 跟我的唾液舌头进行搅拌的时候 它就增加了我的体味 而我将这种体味直接传递给的这款白云边白酒 注定的这款白云边跟其他市面上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想尝尝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下一步我们煮面 上锅 上水 火力加大 这款菜灵剂热干面 它是原味 这是我试过非常多这种方便包装的热干面里面最喜欢的这一款 since 1928 1928年到2021年 93年的历史 这个上面有个logo是画了一个九头鸟 俗话说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狼 我自己也是个湖北狼 那这一句实际是有一个贬义 就代表湖北人比较精明 但坦白说湖北人是有点小聪明 这是一个面 这里面是有酱包 有一个经典的原味酱包 然后这个是芝麻酱包 好 我们把面给丢进去 盖上盖子 用筷子翻一翻 OK 估计面煮的差不多 我们来试一下 OK 软一失踪 可以出锅了 辣椒 浇上去 芝麻酱 给它搞里头 实际上菜林剂 它是以黑芝麻酱著称 但这个实际并不是黑芝麻酱 这个是白芝麻酱 你在去武汉 有些门店是可以吃到黑芝麻酱的 要更加浓郁一些 那么要赶紧给它拌一下 香气扑鼻 有没有闻到香气 酸豆角 这个也是菜林剂出品的 走你了 进来吧 OK 这时候我们先来尝一下白酒 不然待会味道会完全冲掉 哇 没想到冰镇之后香气还非常的丰富 哇 它是属于煎香型 什么叫煎香型 因为在中国有分成12大种大的香型 以酱 浓 青 米为主四大香型 那后面还有八种香型是在这四种香型里面做了一些延伸 OK 煎香型公民思义它是要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多种香气组成 那比如说白芸边所代表的煎香它是甜酱厚龙 也就是先有酱香 再有浓香 但这款白芸边三星我喝了很多次 我个人的主观感觉它并不是很代表的那种煎香 它的酱味太弱了 实际更多是偏浓香 包括刚才我一倒出来之后 香气里面更多是偏浓香 那种更甜美的花骨香味 100元以内非常性价比高的一款产品 四川的这些浓香有点像 十分的甜美 非常像四川派的那种甜美风格的浓香 入口也是 而且冰镇之后我觉得非常清爽 而且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 大家可以试一下 因为这款比较简单一饮 它入口实际是到了前段的 都是甜美的风格 并没有太多一些余味 就是你一喝下去就简单一饮 而且42度并不算很高 拉酒线并不能判断这款酒的优劣 就是这个跟瓶口的设计有关系而已 不信大家可以试一下 飞天茅台跟白岩边去用同样的瓶子去装 拉效果是一样的 吃之前我们先闻一下这款美食的香气 首先映入眼帘的 首先映入鼻帘的是三肚角的酸爽的香气 接着会有一些浓郁的芝麻酱的香甜感 香甜味 来 如果一款美食你闻起来非常香 你吃起来它的美味会增加起码三倍以上 入口是碱面有些劲道带点硬硬的质感 紧接着是浓郁的芝麻酱裹满了整个口腔 以及嘴唇 因为这是一款原味 然后菜铃剂还有其他不同的口味 比如说小龙虾 周黑鸭等等 那我个人最喜欢还是原味 就像你谈了几次恋爱之后 发现有可能还是最先的那一个 你的初恋女友是你最喜欢的 10岁左右开始吃热干面 每次去武汉的第一站 就是要找一家比较好的热干面 就尝一尝 当然在武汉你所吃到热干面 最标准的吃法并不是要做的 而是要站着吃 站着吃热干面才是真的香 在武汉的吃早饭叫做过早活糟 他们都会端着一碗热干面 走在路上边走边吃 汤面的话就会比较有bug 汤面带汤你走的时候就会抖 我在武汉念大学念了4年 那我们经常早上就会买一碗热干面 就是边走边吃 甚至你可以把热干面带到公交车上面 边看旁边的美女边吃 有的地铁我不太清楚 有没有武汉人会把热干面带到地铁上面吃 应该实际上不太允许 另外你站的时候 实际是在边吃边小谎 我想拍一个专门热干面的主题 就是通过这几年的时间 一抽空我回老家的时候 就会把武汉热干面全部多吃几家 像今年我已经去吃了六家 三天的时间 在邻居我去了护部巷 那是一个老店 因为他那边还是偏黑芝麻酱 蔡明游也吃了 田鸡这干面还上过实际上中国 要做一个餐酒搭配 很有意思啊 白云边进入嘴巴之后 他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味道 让我第一反应想到了农酒 他有一股药味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那种敬酒的这种药味 但是要更加神秘一点 入口之后呢 它的回甘 它的甜味我觉得是增加了 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薄荷感 凉凉的感觉 好奇妙 这就是餐酒搭配可以产生出 一加一大鱼儿或者小鱼儿或者不一样的火花 它们产生的不一样的烟火 那我们现在呢要玩一个新的玩法 这有一锅用龙夫山群煮的一锅碱面汤水 真正的老陶他会用热干面搭配一个 碱面的汤水来喝 那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碱面的味道 那这个味道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都是也只有你长期吃惯的这种碱面 或者热干面 你才能受得到这种味道 有点那种实惠的感觉 试一下 莫名其妙的有了一点甜甜的玉米味 白银鞭酒里边加一点碱面水 在白酒的工艺里边有一个工艺叫做勾兑 或者叫勾条 就是把不同的酒混在一起 来确保酒质的稳定 达到酒体设计师 或者说品牌想要的一个程度 菜铃记得解面水 给它勾条进去 颜色变浑浊了 不浑浊才怪 不同的元素 碰撞在一起 哇 香气好不一样 它有一种新鲜的马尔宝肠 是那种猫尿青草芦笋的味道 还会有点叫黄金宝那种臭臭的皮革味 入口里边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削弱它的酒精度 第二个变得更甜美了 居然有这么魔幻的结果 真是让人出乎意料 也非常推荐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不同的餐酒搭配的风格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跟想法 想让大雄来尝试一些 不同的酒搭配美食 在留言区可以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